大家好,我是羊桃班的专门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丑小鸭 有一天有一只鸭妈妈 它在河边生了很多蛋 然后它小鸭都从蛋里跳出来 但是只有一个蛋还没有跳出来 然后过了一天 它的蛋终于过了 然后从蛋里面孵出一只 跟其他小鸭专得不太一样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让它取一个名字 叫做扣小鸭 然后其他小鸭都遇到它 都觉得它好丑 然后每只小鸭都叫妈妈 赶走它 可是要妈妈 从小鸭觉得自己很黑 然后要妈妈就很爱它 然后可是要从小鸭 它都觉得妈妈 有它在妈妈身边 然后妈妈就会觉得 妈妈就会很累 然后它就要跑着 然后小鸭子就 从小鸭就跑 随便乱跑 然后跑到一间农场 然后农场里面的一个老奶奶 它就 然后它就觉得 老奶奶就觉得 从小鸭好难过 然后 然后就 从小鸭在农场住下来 可是每次 每次养 老婆婆养的帽跟母鸡 晚上它们都会来欺负仇小鸭 然后它就要离开农场 然后过了一天 然后冷呼 风天来了 然后冷呼呼呼的吹着 风飘下 拖着又冷又饿的身体往前走 然后它 风飘下来到一间 它 它看到 倒影像美帝的天鹅 它就 想要到一只天鹅 然后补向其中的 一只天鹅对手 小鸭说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 然后 然后 然后它就留下 所以想要赶快跑走 然后它就从睡的 倒影中看到是 自己 长得很像 它就是一个天鹅 然后从此以后 变成为美丽的 超小鸭的 天鹅的超小鸭 就觉得 它交到很多天鹅朋友 然后也可以跟 跟它的天鹅好朋友飞 一起飞上天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讲完了 好 拜拜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